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bedos的第三特色是城门 一般的城门是开放式直接进入 可是Obedos的城门设计是Z字星 你必须转左转右才能进到城内 这是因为有时候的防御用途 它同时还是一座小教堂 Obedos的第四个特色是老城墙 我们可以登上老城墙环绕小镇一圈 从高角度欣赏城内和城外不同的风光以及景观 不过城墙上没有固然 所以大家在城墙上步行时要格外小心 Obedos第五个特色是石板路 老城里大街小巷都是历史永久的石板路 为了不受破坏 所以禁止车辆进入 Obedos第六个特色是城堡 被葡萄牙认为七大奇迹之一的Obedos城堡 经历过不同年代的修建 在经过地震后的维修 是一座多元风格的建筑 曾经是葡萄牙国王的居所 现在已改为特色里馆 Obedos第七个特色是一家 名为有机小店铺的店 其实这是一家贩卖有机商品和食品的书店 Obedos第八个特色是 Drink ginger, eat the cup Ginger是当地酿制的樱桃酒 味道十分浓烈 所以当地人都会把它剩在巧克力制成的杯子 喝了酒再把杯子吃掉 以综合味道 Obedos第九个特色是 罗马式水稻桥 这一座超过500年历史的水稻桥 一共长6公里 以上是Obedos酒大特色 这是玩家365频道 欧洲魅力小镇系列 请订阅玩家365频道 以及按下小铃铛 请订阅玩家365频道 请订阅玩家365频道 地声宜